好 非常歡迎大家今天來哲學貝欣席 我剛從他那邊趕過來 延誤了一下 抱歉 那今天其實非常開心 因為關於台灣在討論關於傳統領域的問題 就是前天在哲午也有在凱道上面去講了一次 那其實這個問題其實還沒有真正的解決掉 因為他現在還比如說傳統領域要排除私有地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談這個問題有時候也會跟哲學有關係 那我可以提一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盧梭在論不平等的起源裡面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一開頭就說了 他說如果哪一天有一個人把一塊地圈起來以後 然後說明說這是我的 然後再找一群頭腦相當簡單的人來相信他所說的這句話 那這一個人就是文明的奠基者 所以這個是在盧梭論的起源 然後如果我們回來看傳統領域的問題 就是私有地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到最後會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是 什麼是你的 什麼是我們的 就是他怎麼會是人可以去擁有這個自然 或包括我們看到這些 為什麼他不是在共享或共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談論這個問題其實 當然是雖然從傳統領域的角度來看 但是裡面有更深刻的哲學問題 需要我們去思考的才在裡面 那我們就先熱烈掌聲 謝謝今天主持人跟江振 謝謝阿牌 感覺好像在上你的課一樣 他是在這邊還滿有名的主持人 如果常常在這邊混的話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重金禮聘他 因為他遲到五分鐘 那今天很高興有這樣的節目 我覺得就是說他的好處就是在於我們聽完了大家今天來的 不管各式各樣的背景的人 然後你的期待是什麼 那我其實自己在對於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覺得真的的確是很浪漫 但是我腦袋瓜一直在想說 Tango是兩個人跳的 他這三個組合在一起到底是怎麼跳的吧 所以的確是要突破我們的框架裡面去想 譬如說剛才就有一位朋友提到就說 那如果土地重疊的時候 那這個機制的公文要怎麼辦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榮幸的 我們請到盧凱國 真的 我們現在一定要改過來 他不是叫做一個部落或是一個族而已 因為我們都會講 在國際上都講他這是一個Nation 因為他本身就是 所以以我們現在來看盧凱國民主議會的主席 他本身是什麼 總統 OK 所以他就是President 對不對 他就是盧凱國的這樣子選出來 而且這個是有民意代表的 就選出來的 然後這個選出來 當然不是用那種我們思考上 剛才有提到那個投票的概念 那他今天剛才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講的一個蠻有趣的 我說因為這個是很緊實嘛 所以大家都推 所以他就知道工作接下來 可是要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等一下會請到 包基層主席來幫我們談談 他在看這個整個盧凱議會 在怎麼樣處理這樣子 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然後想要怎麼樣來跟林務局這邊 一起有一個購管的機制 由這個民主議會這邊自主提出來的一些看法 那我們就先熱烈掌聲來歡迎包基層主席 今天我們首席的帥哥主持人阿凱 我左手邊的謝教授 右手邊的這個林教授 還有在做的各位我最親愛的 關心我們原住民的議題的 我常常說 在今天在我眼前就是 此時此刻 活在當下 對尊重我們原住民的 我深深的向你們提供 敬禮 謝謝你們 今天 林教授邀請我來 他說你放輕鬆 我是邊喝咖啡邊聊天 結果我一看到這個題目 昨天凌晨我才看到這個題目 我下一大片 大家可以看這個題目 有山豬有沒有 我此刻的心情就是 悟觸都市叢林小山豬一樣 尤其是在部落裡面到捷運的時候 到現在我的這個心情還在 一直小路亂撞 所以總共有27個題目 我在一朝一夕當中 又如何把各位的問題 一併的來解決 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剛剛憲哥說 你最多最多只能給你這個 三十分鐘 那三十分鐘的話 我要怎麼說 沒關係 你給我三分鐘 三十分鐘一樣 同樣的 你看我這個樣子 你就知道 我把盧凱全部接受給你完了 所以今天我一來 找來的朋友們 我就遞給他名片 我的名字叫 Law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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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住民的名字 學音建議 拉你過來 跟你握手 在拉你過來 我們肝膽相照 我們撕開 這個胃瘡的容顏 坦承相帶的意思 就拉握拉絲 所以你們永遠記得 包基層可以忘記 拉握拉絲 可以記得 拉你過來 可是你握手 再拉你過來 我們又包在一起 師徒師命 所以今天百合 我就用我們盧凱這個百合花 因為這個第一個問題 我必須要先回答 我弟明天給我們禮物舉的 我們進行保育課的這個好朋友 他說百合花是什麼 我做百合花是我們盧凱族的主話 所以你還是不了解我們盧凱族的名牌 就傳入很多朋友不了解我們原住民的名牌 所以 patron會有 appointment 我們要求你 就是その房子 每一個月 늦 我要 等等 我 從 百合花之歌有兩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就是 希望我們的心境就有這種百合花的聖節 百合花在盧凱族的竹花裡面代表著聖節 代表著膽識 團結 分享 庫著的古代精神 那我為什麼也介紹這個第二個關鍵字就是 我們希望用基督的愛來包容一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影片裡面 這個標題是給我們很大的功課 四個名詞百合山豬森林 還有炭科四個名詞 有兩個動詞叫動碗跟跳 那這個跳跟四個名詞怎麼串聯起來 其實我們知道只有一個字而已 我期望2018年明年 今年的這個字代表我們台灣 台灣這塊寶島代表的字是什麼 大家可以想想那個字並不是很好的字 我期望明年透過這樣的一個論述 這是一個開始 明年2018年的吉祥的字是 樹 樹到精神的樹如新 那是將心比心 我今天來也就是這樣的一個理念來帶各位 那明問幾個我們原住民 其實我們一直在看 在所有的一百件事情當中 我們一直在看很多的一些政策或是一些作為 我們往往在一百個作為當中 我們交注於一個人的缺點 那99個優點我們常常沒有看過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前任的李陶生局長 他當時有到阿里部落來分享我們阿里部落的美麗 分擔我們阿里部落的憂愁 莫拉庫芬風災之後 透過林峰哥基大學的陳美惠教授 還有林務局的團隊 包括我們部落的團隊 一起來打造阿里部落災惡的重建 朝向生態嶺的這個盛進 結果三年的努力 機會不多 但是這個階段性的任務 打死了 我們得到永遜這個 他團長 那在這個論述裡面 希望把到居民生計和生態保育雙民的局面 這個計畫或者重生 在當時 我們在行政院的這個禮堂 我們也接受訪問 也跟李陶生局長 包括我們部落的幾個道路 陳美惠教授 一起接受這個榮耀的時候 我們講的一席話在他聽說 所以在林務局的支持之下 我們背後得到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讓我們一起跟阿里部落族人走下去 通過林務局阿里部落 以及社區專業輔導的團隊三方合作 一起推動阿里部落社區的保育和發展 市性的生態旅遊 阿里部落的頭目也表示 未來將會持續這樣的方式 讓阿里部落成為生產生態和生活的永續社區 提供本一部分憧法 阿里風台北市蔡爸爸 在去年第二個問題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的巴桑秘書長 在一個研討會 რ 作寬施的觀點 已經問了一個問題 在去年的1月份的時候 妳打開新聞 林務局都花了15天的時間 走到我們盧凱族的聖地 現在俗之尾大會我們叫做黨官僚 那個神明之境然後呢報局就登出來 他們發現了台灣最大群的這個山木林 同時也發現了最高手的這個檜木林 高到五六十公尺 光是那個最初的那個木頭 可以是核爆枝不是只有一個的核爆枝木而已 大概五個到十個 所以這麼茂密的這個森林 後來公共電視呢 在乾淨的時候拍過這個撞到月亮的樹 還沒看的在YouTube可以看到這個就跳過去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大鬼湖 那麼大鬼湖俗稱大鬼湖真正的名稱叫Dabobali 他是Dabobali獵場 左邊秘密 永恆 永恆 愛 愛 我先以剛才那個話題來引出 那當時馬上就問我 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我說肯定靈物體十五天容不容易 背著沉重的背包哪有不容易 但是如果靈物體出了兩個事情 一定是一百分 哪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你要去之前 經過我們當地的部落的這些頭目主人 來祈福 第二個回來之後 也把這個小鬼他原來的意思 包括我們為什麼是盧凱子的境地 保存了我們台灣的最後的一塊淨土 保存了我們台灣原生種的台灣山木跟檜木 變種的不少 我相信把這種森林的資源 把這種土地的家庭的騰洗 包括盧凱子傳統千百年以來 這才對土地使他深深不息 如果結合到這個人文跟歷史 剛才講到歷史 我相信是不是更有一個說服力 更讓族人心無憂 所以我從這個觸發點來看 這種高手錄影的這個大幕 我們已經開始慢慢走出來 我們怎麼走 最重要的是一個溝通平台的精緻 這些都是在傳統領域這個議題 共管的精緻裡面的一些國際的學員 這個底下林宇人教授會多家族墓 在Burkees這個加拿大 這個是關大偉 泰亞族的關大偉教授 這一位是裴家綺教授 他是外省的第二代 另外這個是我們河洛的林宇人教授 這個是郭月潤老師做生態的勞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的林先生 林務局的局長 他是這個林先生 他一直在努力的 讓我們這個林先生 是一個正向的正面的 一個善念的林先生 他已經邁出了一大步 怎麼邁出一大步呢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漢哥是整個跳 跟我們盧凱人的四步 所以剛才有朋友們說 是不是可以有唱歌 有跳舞 有咖啡 有小蜜蜜 因為產地的限制 這個小山豬來這邊都會亂喘 所以我們到我們這個阿里部落 和到原鄉 我再抓你們跳四步 我就知道 漢哥跟四步有什麼關係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給這個專家學者來說 怎麼樣的建立這一種 四方的協力 讓這種 就哭 其實直接走下去 我這個唯我的引言 也就是說 在 聲音變稍微大一點 這個是 前年的國慶日 然後阿里部落根 平東的大陸科技大學 兩百個人 在 國慶日 國慶閱兵大典完吃後 揭加藍球師 當時 很多的一些 社會團體 一直在批判 他們的政府 說 只有唱歌跳舞的路 才看得到原住民 但是原住民那些故事的問題 卻不受重視 當時媒體記者就來問我 台灣在這邊 原住民是中華民國 在台灣的主體性 我們必須要強調的就是 我們在這塊寶島 我們要彰顯 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知美 透過這 其實我們並不是這個 族群的問題 而是我們整個台灣人 認同的問題 我們也要團結一致 原住民族在過去 時常受邀在中華民國 國慶日之間 唱歌或是粵舞的展驗 但也遭受外界批評 認為原住民族 社會台灣的主人 在國家政策中 卻是受到欺壓 且被邊緣化而族群 這問題是什麼原因 答應受邀展驗 凡利亞賴賴賴認為 既然是台灣的主人 就應該用後無限 我們只有國家的認同 最快統一的認同 我們才要辦法立足台灣 我們要強調的 這組織融合 這部門不容和毀滅的一個事實 我們在內部共同生存了400年 雖然我們一直想強調 我們是台灣的主人 但是我相信我們台灣的主人 不是三萬個 我們台灣原住民 是非常的有包容性的 我們是熱愛 跟我們在一起的 阿里部落塔里亞賴賴賴 而是不同族群 可能相處和尊重 才是國家的主人 發言的關鍵 希望這個盧凱聯歡迎 祝福台灣人 祝福台灣這塊陸上的 我今天的 炭哥為主 在一個名詞 轉換到盧凱族的四部 大家很好跳 走前 右前 左後 右後 這四字卷就會跳 我們盧凱族的這個四部 你如果跳燙臉 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看似是 向前後退的踏步 其實是向前 我們怎麼向前 我今天要報告之前 我只剩下20分鐘的時間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事情 我是以愛和平寬容跟希望 唯我今天 跟各位分享的一個主軸 來談一談 我們目前盧凱民主議會 將要走什麼樣的一條路出來 要跟各位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盧凱族的主席 在4月3號 我們成立的這個大會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 就是如果說盧凱共和國 我們的國旗 主旗 就是你看到的 紅 黃 綠 藍 天 在藍 天的普教之下 所以很多人說 爸爸你是生日的嗎 看起來像生日 不對 生日的人說你是生的 沒有錯 我沒有任何色彩 我就這四種色彩 就像我穿的一樣 台灣族盧凱族的 尤其是我們西盧凱的三元素 就是紅 黃月 如鷹展翅上 像百額花的青蛇 今天我的講述大方 只剩下20分鐘 我很快的把這六個 透過這個影像 跟各位來分享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忘記 剛才我們一直在講 第三個問題就是 講到傳統領域 一般的苦國大眾 都認為傳統領域好像原住民在前土地 第四個問題 很多人講這個原住民自治 很像在搞獨立 那你真正是不了解我們原住民的明白 在一百多年以前 尤其是阿里伯龍是一個獨立 小國寡靡的這種形態 土地裏人民主權 政府 政府就是大頭目 在統領 傳統領域 那所以我一直在找的就是 我們所謂的傳統的倫理規範 所謂的生態智慧 像牧者咖啡一樣 用我們仰牧過去 最念仙人的哲弦的思維 拉出山林智慧出來 來自圍立法、自圍守法、自圍執法 這本書請走失落的見識 是我們盧凱民主議會的秘書長 台方薩薩爾博士寫的這個書 會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視野 你要更了解我們原住民的話 這本書值得參考 那各位 你可以回想一下民國88年的時候 當時陳衰典總統 當時他跟原住民代表在哪裡 他簽訂跟所歸的原住民主台灣新政府 夥伴關係的宣言 這個宣言裡面 就包含這七大項 我印象很清楚的 在各大場合、各大媒體裡面 你們都會聽到這樣那個聲音 我阿伯將以原住民建議性的同胞關係 言有在我永遠不會忘記 如果是從這樣這個論述在14年以前 我從這個沙發就跳起來出席大門 我當時是他的這個粉絲 我們不以承辦為英雄 但是在那個年代誰敢說這樣的話出來 是來自我們台灣的同胞 台灣這次阿典總統 發展到現在來 發展到2002年的時候 他再度的肯認所謂的原住民主 與台灣政府新的火葬關係 再肯認的一個協定 到2016年 我必須再次的感謝小英 杜伍總統 杜伍是他的台灣組的名字 他8月1號向原住民道歉 第二個 而且他是肯定承認 原住民的自然主權 是先於我們目前的法律 也先於日本日治時期的法律 在100多年以前 我剛剛講過 我們原住民各個部落 都是小國管的一個獨立的形態 所以我們從來就沒有忘記過 一路走來 在47年以來 我們就不曾遺忘 這個當時新火葬關係的簽署書 在這裡 這邊不可以很清楚的 神水編總統的這個簽名 右邊是周祖頭目 彎列月頭目 彎列月頭目 他在這個年初的時候過世 當時是一種很棒 感謝阿扁總統 你可以看怪怪的 那個時候是四年以前 大家看一下 原住民次次把草案 就搬出檯面上來 一搬出檯面上 那個時候的報審 都是由大巫頭的這個字 都是由用製作 十四年前 現在一律是從中到右 我列給各位聽 行政院通過原住民可涉自治區 草案明定自治區為公法 而更明 原住民主可一分部區 劃分行政自治區 由行會院長 指原住民都可以縮短時 怎麼縮短 十四年 九十二年到七年 九十六年 十四年的時序 一點都沒有縮短 我被冷凍 所以原住民在兒手中 曾慶祭 擔任這個行政院的時候 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看很清楚 那個年代 我們不了解什麼都原住民主自治法 所以當時呢 這個 現在馬家鄉的鄉長 梁理輝 這個 當時是梁理事長 要我起草 要到部落來說明 什麼叫原住民主自治區法的草案的說明會 我就寫了這個說明會 然後辦了一個非常隆重的這個說明會 當時邀請的我是負責紀錄 我們銀天生委員已經過世了 還有蔡宗涵立委 曾華德立委 臺邦主委 灣明慧教授 灣明慧教授就是現在的 我們的副座 原住民委員的副座 包德毅教授 唐村外院長 都是當時一時之前到現在 還是一樣是我原住民主 那這個裡面 就牽涉到這個自治法 現在被冷凍 我這個部分先站起來不談 我會著重在蹦跨這個地底 然後在2206年 我兒子畢林 那個時候當主委 我們在日月潭 我代表整個農台主 也到日月潭來宣誓我們的草農林林 你可以看14年前 我那時候還沒前 我現在是垂垂勞臨 我是用手邊的北南主的頭目 我左手邊是塞下主 那左手邊就是我們頭目 是不是人 還活著不清楚 有一天我會老 那這個到底可能 這個傳統領域 什麼時候解決 所以我們與其等待 我們走著走 即使剛才 大家很關心 人住民文化的議題 我們自己本身部落裡面 我們除了要爭取我們的傳統領域 我們的自治權以外 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要回到部落去 來教育我們自己 那怎麼樣我們教育我們自己 所以我大概很簡單的跟各位做一個簡述 這是南島民主分部主 原版的9組呢 現在已經變成12個組 盧凱組在這裡 盧凱組在這邊 像不像如果把整個盧凱 以這個緊固山為我們的聖山 這是我們阿里部落跟其他的六個部落 總共八個部落 新盧凱 八個部落裡面的行政劃分圖 但是傳統領域不是這樣畫的 這個是從平地看到 我們的這個屏東的一些主要的山脈 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樣換這個畫面 讓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有機會我再來好好的介紹 我們盧凱組 我們盧凱組最主要的是 我們高雄的夏三社群 我們霧台鄉的西盧凱群 還有在北南鄉的東盧凱群 總人口數一萬三千多個人 這是在七年的統計 現在是一萬三千 一百又是八個人 在四月份的統計 所以人口非常的少 那這個百合畫剛才我就講過了 這個部分你們看畫面 我最主要是在一次的強調 我來這邊至少大家都願意記得 當我們一天遞給你的時候 我背完之後來地名片 就看百合畫 這個就是我們盧凱組的視頻 甚至感受非常固組 還有環境的固組 那其他的這個阿里布洛史 你到阿里布洛來 我再來說 最主要是讓各位看一下 我們傳統領域的地圖 在官方的就是原理會很辛苦的在 91年就已經調查出來 我們阿里布洛的傳統領域 你看阿里布洛的傳統領域 像不像中華大陸的地圖 這麼像 那從這些圖片當中 你到底你講的傳統領域 你不是要土地 但你要什麼 其實神簡單的說 拉出我們過去的傳統的智慧 來好好的經營管理 把我們原鄉原來的傳統領域 打造成台灣 我們所有台灣 2300人同胞的這個美麗的後花園 大家歡迎來進入到我們的花園 或管理來分享我們部落的美麗 同樣的也分擔我們部落的優秀 所以我所謂的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我就寫了這個重建綱領 一路走來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我所走的每一條路 就是按照這個重建綱領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剛剛講的獵人哲學 不是我一個人講的 畫獸人 就讓學者專家 真正的深入到我們部落 來瞭解我們盧凱族 裴家綺教授大家都知道 在研究這個動物 他的主著是 我要保護我們的生態 我要保護我們這些野獸 他並不是有感性殺絕 他就發現我們盧凱族 他這個持續狩獵的永續經營 什麼叫永續? 經營得起時間考驗 三千年 三百年 我們這一些動植物 為什麼都不會滅絕 就是一定有智慧 你可以看到他研究的結果 百分之五區域進行狩獵 季節性狩獵 狩獵人數收到管理 收穫量正確掌握 禁忌和約束都各位禁忌約束 這個就是我講的 我們早就已經自為立法 那個叫社會關係 我們如果把這個社會關係 數字於盧凱族的一個憲章 那個就是我們的法 甚至這個法會跟各位講 可能會比野生動物保育法 還要嚴謹 我們一起來努力 那這個部分 我就跳過去 這個留點教授來說了 那我們怎麼建構 其實我們是很嚴謹的 在自我交易做這個傳統領域 而且我已經把這個傳統領域的地名 有文獻版的 有在地版 有齊老闆 還有我父親是一個列 我從小就跟著我父親 然後最後 我們把這所有的相關資料 然後三個小時 請所有的孤魯還握著的這些騎老 他們不是抱病參加的 一個一個人 來宣布我們的傳統領域的證明 這個紀錄變化 都要三個小時 那這個部分 我就跳過去 大家從 那我們現在在努力的 怎麼樣的一個共管機制 我一直在想 所有的法律裡面 怎麼樣去控制 只有這條法律可以 自然人往心態轉過去 但是還是很多爭議 我們一直總是要踏出一步出來 我們已經化出來了 而且在十月份 我們拭目以待 我希望成功的經驗 這個是一個破冰之旅 有機會的話 把成功的經驗 一直這樣傳輸下去 我相信 我們會一直 一直往前面再走 其實剛才有部落的 還有一些朋友們說 萬一你換了這個傳統領域 跟別的族群跟別的部落 如果重點的話 我說重點的越緊越密 越多更好 更有什麼 故事性 所以坦白說 我今天傳達給各位的 另外一個信息就是 一中求同同中存異 這三個字 你可以把它拍下來 因為時間關係 你們看這個畫面 就知道我要說什麼 要有一個寬容的心 因為這個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包容性的話 我們勢必還是在排他性 在那邊爭權奪利 甚至會變成殺戮戰場 有了這樣的一個概念之後 我們一直在努力的 在對別的畫社當中 一直走到這部田地 歷史性的一刻 我不得不感謝巴桑這個御書長 他親自到我們部落來 來跟我們講 怎麼畫社的這一些辦法 因為他是懂法的人 而我是自然人 我不懂法 我們是有法力的這個專家學者 來指導我 他當時就馬上就點出破庭了 即使我們當時開會的時候 打入那個 他們已經自主缺負 他們已經完全推移 即使坦白說 阿里部落是不是應該率先可以 我跟部落的人說 如果沒有跟周邊的部落的 一個溝通的協商的機制 而貿然的去 此會增加爭議 我們希望有一個溝通的平台的機制 那個叫溝通的平台的機制 就叫做什麼 就叫做盧凱民主義文 這個晚步 其實各位可以看這個 打入上的這個自主宣告的這個新聞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當時就 也是肯定 也承認自主宣告 很多地方跟阿里部落重疊 尤其是達仁爾 達仁爾是小鬼屋 這是讓我們停止靜止休息的地方 那個地方跟達仁巴勒一樣 由我們的練場都不能去觸碰 那個是所謂的 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核心區 你都不能去弄它 那如果是這樣的概念的話 其實達仁巴勒 本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兄弟 所以我是肯定 所以我們所有的吉老 當時他們有疑慮的時候 他們來跟我講 我們說要感謝他們 終於放出第一個 這樣一個自主宣告的 這樣的一個決心 那後來我們就希望 我們用大龍海的方式來劃定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感謝 很多人常常把這個工部門 一展到傳統人員 一展到這個 就把工部門擺在旁邊 事實上各個相公所 包括我們的園語會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說這個力量要怎麼來 等一下我再來放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今天最後的這個 十分鐘的這個結論 因為這個我們怎麼成立 這個民主議會 其實報章雜誌媒體 包括聯合報都報導了很多 你上網就可以知道 我要拉出來的就是 那我們自主宣告有自己的主旗 跟自己的族歸之後 我們未來要怎麼走 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就是這個部分 那在我們阿里的部落 其實能夠有在一個雄偶的實力 不單單只是部落的努力 很重要的一些專家學者 這位學者你可以看到 你們看得出來吧 這位帥哥是什麼 我說小鬼狐之屬也會改變世界 他這次到小鬼狐來研究 他不是去抓那個小老鼠 不是抓山蝦 他是研究黨的古拉豹 那個靈異人教授叫古拉豹 有多大老鼠 有多大老鼠 你跟各位講一下 姐站起來 等一下 那個山鼠很大隻 都是小隻的 那古拉豹在我們部落裡面 只是給老人家 因為那個很補 我們這個一般的年輕人都不吃的 比如說給老人家 我那個很大隻 叫古拉豹 他在研究這個 我說的有沒有做的 不知道研究怎麼樣 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研究出 他有什麼多樣的營養成分 但是這是高蛋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20多年以前 將近30年 就是營養人家說 等一下我先給他鋪成這個舞台 他有更精采的故事會講 第二個概念就是 部落之主要協同之一致 這是本人 這個是我們前後任的理事長 理事長現在是總幹事 這個是 在我們部落裡面固守的 我們的舅舅教長 我們在書幕府民宿的主人 這個是我們的村長 我們都是四方協力 而不是互相的拉扯 然後沒有人是局外人 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時候 一定要透過五個力量 什麼樣的力量呢 場官學員N五方協力 大家都很清楚什麼叫場官學員N 很重要的一點 大家都說四方協力 四方協力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叫一個MGO 因為我發現在部落裡面 要靠公部門的這個資源是有限的 但是台灣的民間的實力是很強的 是非常的強的 他們其實不必按照我們這個法定的程序 他馬上就會以資源來幫助你 不管是在學術界也好 不管是資源的奧援等等的 那這個是我們陳美輝教授我前面介紹的 這位這個地方是我們阿里布魯的百年十法 百年一百五十年以上的這個十法 是座武修習的 這是Vertis的教授 這個是我們林華慎局長 他也親自到部落了 而且那個時候還下子裡 下子裡是茂雲 這個是我們 也是我們阿里布魯的這個組本 叫杜章梅端處長 他是圖管處的處長 所以如果說我們這個場官學員 一起來合作 包括我們學界的這個台方院長 包括國際學者 等一下這個部分是金華 所以從這些裡面 我一直在強調的就是 當我們一直在爭取很多的資源 跟這個政治的這個議題裡面 去探爭的時候 我們回過頭來 也教育我們自己 所以我的論文在一百年三年的時候 我寫了這個原住民部落有序發展 已經一次探討 我聽朋友說 是一百零三年的 全國排行榜這個第四年 我不相信我上網去場 果然是 如果各位有興趣繼續看 我就是依據這個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說這次可以有這個力量 那我是希望我們這個民主議會 走到這步田地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平台興趣 所以每個月至少有兩場的錄台 那如果說一直到年底 我必須要遇到我們盧凱族 有所謂的盧凱學 在12月初有三天兩夜的 這樣的一個學術的論文發表 萬一各位投稿 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盧凱民主議會的網站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最重要的就是 我都結論最下注結論 先請政府格局放大 格局放大 就是讓我們有一種樹道的精神 真相公益野心的團結 我們的外省的第二代 希伯林 看見台灣 又把我們的心情 又把它拉在一起 我們不在乎協同 我們在乎是認同 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認同這個 兩千三百萬的共同體的生命 認同真正為這塊土地奉獻犧牲的人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的結論 就是希望解凍土地及海運法 還有原住民自治法 讓它變成一個議題 在立法院 而不是在民間這樣爭動 同時我趁這個機會 我非常感謝在凱達格蘭大道市 一百多個日子以來 辛苦的搬愛 我們要以後 我們這些朋友們 你們的努力大家可以看到 你不要看他是在堪稱 你們如果進去那個會場 他們比我還要溫柔 他會用歌聲來復位 我們心裡的這一個交叉 其實我們這種柔性的 領性的 就是百德包的精神 希望我們台灣真的會一帶一路的 看見台灣 五大山脈 中央山脈 阿里山山脈 玉山山脈 雪山山脈 花東做五道 海岸山脈到太平洋 讓它真正的是台灣的 一片美麗的破壞 我們一起來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 掌聲鼓勵 謝謝 掌聲鼓勵 好 非常謝謝 Labras 這個 這一部分很精采的講講故事 不過很清楚的 我們已經看到 盧凱共和國 大概就是土地 政府跟人民都有了 缺乏的就是主權 那但是他們很急於想要 就是宣稱自己是一個 國家的阻隔的概念 然後來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中華民國政府來做一些協商 不過倒是讓我剛才一直腦袋想起了 有一個國家 人民土地政府主權通通都有了 但是就是不願意 這個自己稱為一個國家 這個也是滿奇怪的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來跟我們的 盧凱共和國學習一下 那再來我們的十分鐘的時間 十五分鐘的時間 再來我就請我們的林毅仁教授 那林毅仁教授 他是在台北醫學大學的這個 醫學人文的研究所的所長 那前一陣子 他們跟我們東華大學是有一起 就是邀請我們一起參加一個 就是加拿大學者來談共版的機制 然後有一個走動式的工作坊 所以當大家在想說 有一些原住民的這些民主議會 很有自信的想要用傳統的這些價值 來進行自主管理的時候 那在公墓門這邊在林毅菊這邊 剛才這個Lavras一直在講說林先生 其實我們大家都會講林先生就是林毅菊 然後那是原住民最討厭的那個 不過看起來漸漸改觀了啦 那所以林毅仁教授會來跟我們談說 我們怎麼樣在一起 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土地的共版 那我們掌聲歡迎林毅仁教授 然後來還有各位大家晚安 我今天晚上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我們幫主席一起同台 那剛剛聽他的演講 我們大概就可以感受到那種熱血沸騰的那種感覺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可能比較像是一個助講 比較像是一個助講 就是因為今天其實在這裡這個場合 比較適合大家有多一點的討論 那剛剛包主席其實已經把今天晚上我們這個題目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內容都已經提示出來了 那我想我們比較是站在一個 因為我們今天是同台演出嘛 所以比較從一個白浪 比較從一個漢人的角度來看看 就是說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這個共感 這個共感不同的角色 那我們怎麼樣 如剛剛包主席所講的 就是說這種術道 就是彼此互相包容共存 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怎麼樣放在 現在我們看起來非常衝突 而且似乎有很多的使節 這樣子的一個資源管理 土地等等這些議題上面 可以找到一個初步 那我之所以說是這個助講大概就是 真的是有一些因緣機會 這些因緣機會讓我有機會 可以認識到原住民 台灣的原住民的文化 然後從一個漢人的角度 開始學會去欣賞 去了解去學習 進來開始產生 對他們的知識跟文化的一種敬重 剛剛包主席有提到 說最近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 就是這個 這個教授呢 他幾年前受了邀請 來到台灣 他其實是國際上非常有名 在有關於原住民的傳統知識 以及剛剛一剛開始 我們牧哲的主持人阿凱老師 有跟我們講說 類似這個碰的財 等等的這些領域上面 非常非常權威 而且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 那他的合作的夥伴 包括在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這個Elemore Oster這個教授 他跟他結合作在有關原住民的領域裡面 這些自然資源共有財的相關的理論 那幾年前他來台灣 我邀請大家 我帶他到原住民的部落走的一圈 他開始正知道在台灣我們這塊土地 以及我們的社會裡面 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些經驗 雖然他其實已經跑遍非常多的國家 但是他告訴我說 在台灣其實你們有很棒的 這些相關的原住民跟土地 互動的這些經驗 所以他一直印象非常的 對我們印象非常的好 那他回去以後 我就繼續跟他保持聯絡 那希望他能夠有機會 可以再來台灣走一走 就是說也幫助我們給我們一些意見 可是他非常的忙 那去年蔡總統代表政府跟原住民 道歉這個事情 剛剛包主席提到 那這些事情其實我不是update的 讓他知道說 其實台灣有一些新的變化的這些局勢 那但是我們都很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其實道歉只是一個開始的問題 這個道歉後面要開啟的事 其實是一個更漫長的一個過程 這個漫長的過程可能包括很多的真相 必須要能夠揭露出來 那所以說在去年當蔡總統道歉之後 卻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那這些聲音其實都非常集中的去說明說 其實光光只是道歉是不夠的 因為道歉背後必須要搭配這個正義的緩排 可是正義的緩排呢 必須要建立在歷史的真相上面 那我把這件事情跟這個布克斯教授講 他因為他來到台灣 所以他對原住民的文化也非常感興趣 於是在今年1月的時候他跟我相信 他說他有時間可以 也就是在今年1月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其實時間已經沒有很多 就是說要去籌備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他希望他可以來台灣 然後可以再多認識台灣的原住民 同時更重要當然是在去年的這些 歷史性的一些事件之後 開始談到有關於真相 談到有關於這個資源的管理這個部分 那因為他是在國際上非常知名的 這個關於共產機制的這個學者 所以我就跟他討論說 你來我們再來談談看 你在台灣有相關的共產的機制可以怎麼做 於是我們就定了這樣的一個題目 定了這樣的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當我們同在一起 這是一首歌 我哥說沒有那個包主席 我就不要唱 那我們不知道這首歌我們都會唱 那怎麼樣同在一起 怎麼樣同在一起 共管的這個議題 那怎麼樣來做 那我告訴他 我說你來我們不希望你是一個 傳統的這些國際有名的學者 到台灣只做演講 然後就回去了 我說我們一定安排 你到原住民的部落去走一圈 去走一圈 那會非常的累 你可不可以 他因為才剛退休 年界滿大的 那他就問了一些細節 我就說 剛好差不多在那個時候 盧凱民主議會 開始在討論要求 等等的這些開始 我說可能 你就來安排 跟這個盧凱民主議會 跟他們聯繫 到原住民的部落 到他們的傳統領域裡面 去走一圈 那他就開始 對我這樣的提議 感到非常的有興趣 就其實我也是在引誘他 就是說去走開 但是光光帶他到盧凱族的傳統領域 去認識盧凱族人 盧凱部落以及盧凱民主議會 可能不夠 因為在這塊土地上 現在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 這個土地上 大部分的自然資源 其實是林務主 所管理的 根據法律 根據法律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來試試看 跟這個林務主 遠路看看 要不要一起 就是這一趟一起走 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那我也非常的大膽 就是在過年過後不久 我就用FB直接跟林務主的局長 私訊 這是有夠大膽的事情 其實我們兩個也不是聯友 我只是看看那個林華敬 有沒有在這個聯書上 也不是聯友 我就找到 剛好找到就私訊給他 想說試試看 試試看 因為我跟他講說 所以其實FB很重要 他是看在FB的面上面 說這個不錯 後來我就開始看 於是就促成了 在五月的這個 我們叫做走動式的工作坊 就是林務主 由林局長呢 他就要求各個領館處 派出這些代表 將來可能要負責共本集資的 討論的這些林務主的佛伴 十六個 這樣有沒有夠誠意 十六個一起下去走 走五天 在魯凱族的傳統裡面走 在那個過程當中 等一下我給大家講幾個例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就很快 這個大家看過了 這個就是我 我為什麼會投入這樣的一個工作 還有今年為什麼有這個機會 我真的是覺得這是一個 冥冥當中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解釋的一個連結 大概1990年的時候 我到盧凱族 我到這個神山部落 到那裡去調查 到那裡去調查 這個原住民的打獵的狀況 1990年 大家不知道 1990年剛好是我們台灣 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布的那一年 我進去調查 他們的獵人對這個法律的反應是怎麼樣 你們知道我這個研究堆成功嗎 這個法律當時候是要禁止原住民打獵 我要進去調查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 幾乎不用進去你就知道 幾乎不用進去你就知道這個反應 那我在那裡花了一點時間後來 真的是碰到幾個獵人 然後做了一些訪談 到最後這個問題 我放在心裡面很久 後來覺得是要問他們的一位同夢 然後我就說同夢這個 你知不知道現在的法律是不可以打獵的 我說有問題 不問而已 一問他馬上站起來 非常的生氣 非常的生氣 把我趕出去 就要把他趕出去 他說我們原住民已經打獵 打到700年上千年了 就沒有把動物打光 為什麼這個法律呢 要說我們是會打光這個 也是動物的這個兇手 非常的生氣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對我人生當中很大的一個衝擊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無辜的啊 我只是來問這個事情說 那到底大家的看法是怎麼樣 可是我沒有想到 就剛剛那個 法律牧講說他是誤闖 都市叢林的小山豬 我是誤闖 如凱附落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麼 反正就是被趕出來 那從那裡開始我就開始 其實這個對 我想可能我們台灣主流的社會 必須要經歷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 我進道遠遠遠不落 然後我自己覺得 這個事情沒有什麼不可以問的 這個事情其實是天津地的事 而且就是法律這樣子通過的 只不過去問一個問題 竟然會引發這麼大的憤怒 以及這麼大的一些反應 到底那個憤怒 對那個反應是怎麼來的 不是這個頭目脾氣比較不好 我相信這個背後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投入一些相關的研究研究 我那個時候其實進去 不是是研究老鼠 後來研究比較大直一點 這個叫山腔 在那個從阿里進去 這個資本主山這個地方 我們用無限電追蹤去研究山腔 我們抓山腔 然後在山腔的脖子上 放這個無限電的發爆器 然後放著 開始追蹤他們 開始追蹤他們 我們有機會到小鬼魂 但是其實這個小鬼魂 一樣就是我們漢人的名字 漢人的名字 當如果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山上有一個地理叫小鬼魂 你會有什麼樣的傷心 你的反應就覺得很恐怖對不對 還有大鬼魂 還有小鬼魂 那可是在盧凱的與惠裡面 這個字其實它是一個 就是其實是一個盧凱族 整個非常重要的聖地 它是一個神聖的地方 也就是靈魂最後歸宿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在盧凱族文化裡面看成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但是我們的中文 用小鬼魂來稱呼呢 不僅致 我覺得到後來我聽包同母 跟我在講這些事情 所以發現說其實這個名稱應該要改過來 應該要改過來 因為這個用小鬼魂的這個名稱 其實不僅沒有正確的反應 族群對這個地方的一個了解 同時呢 這麼神聖的地方 用這樣一個名稱 非常的不相稱 那也是因為我後來開始有機會 同步在 因為剛剛講的這些shark 這種這個非常 不了解為什麼 同步會這麼生氣的情況下 我開始花時間 開始慢慢的去了解原住民的生活 開始去研究了解他們的傳統的知識 於是我得到更多的了解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這一次用的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也是一剛開始 我跟林軍長跟他建立 這個林軍長我跟他建立 我說不要再開會 你的人派出來我們去走一趟 然後我們走到哪裡 就有部落的人來跟我們說明 他們對那個地方的了解 以及他們覺得他們碰到自然事業的管理 各方面的問題等等 於是我們就開始走 這個方法也是我獨創的 是在幾年前我曾經跟我們台灣的一些 原住民的代表到布丹去 然後這個是在國際上 有一個學術的團體 有一個這個關心原住民的權利 跟關心這個自然防禦的議題的 這樣的一個團體 他們在運用 叫做Walking Road Shop 就是邊走邊談邊走邊談 不是在教室裡面 而重要的是說你到那個地方 不是你外面的人去講 不是像我剛剛講說我們外面的人 到那個地方說好我來告訴你小鬼 而是由他們的人來告訴你 用他的語言的理解 用他的文化的理解來告訴你 說這個是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那裡就學到這樣子的一些經驗 開始用這樣 這個是在這次是在這個茂林的石板屋 我們就直接就吃完飯以後到那個地方 有一個祈福的儀式完了 第一天中午完了以後 我們就進到那個石板屋裡面 就在裡面開始就開始討論 就討論愛心的問題 討論打獵的問題等等 在這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那是一個非常活潑的 而且非常直接互動 但是更重要的是說 其實在那個場合裡面 負責帶領討論的人 不是要引發大家的爭吵 不是要引發大家更激烈的互相的指控 而是能夠去促成 你可以站在別人的立場上面去想 那你已經來到別人的地方 進到他的屋子 然後去了解他到底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打獵 或者是運用這些自然資源的這些方法 跟習俗這樣 那這個都是我們林務局的夥伴 那一些研究生 然後你看到那個林局長也是坐在裡面 然後連包包Curtis也是坐在那裡 那你在其他場合大概不會看到 有這麼謙卑的林務局的局人 那個林務局的人 剛剛講的林先生真的是部落的暗號 就說林先生來了大家趕快跑去躲起來 因為林先生來就是要抓我們 在森林裡面去偷種香菇 去拿東西拿藥草什麼等等 只要林先生來就是要來抓我們的 要不然就是怎麼要跟他們打架 其實那個林局長也是姓林嘛 我也是姓林啦 那但是在這個場合裡面 可以創造出一個林聽 就是學習聆聽的林先生 那就是去聽 聽了第一天大家還OK喔 聽到第二天第三天開始 他們的夥伴裡面就開始了 林老師拜託不要再掛我 因為其實大家是帶著火氣在講 還是會生氣啊 就是說在講這個時候還是覺得說 你們林務局就是欺負我 以前怎麼樣這樣就開始了 那第三天的晚上 我們的那個在部落的會議裡面 其實已經開始了 他們的夥伴 聽不出來夥伴跟我講的 一樣是每天從早上超到晚上9點10點 這樣子我們明天走不下去了啦 怎麼辦 那而且講的都一樣 第一天的也是這樣 第二天的也是這樣 第三天也是這樣 我們都聽過了 知道了 不要再講 我當下回答這個林務局的朋友 我說對 其實他們講的都一樣 我也同意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都是不一樣的部落 這麼一致的講同樣的事情 這麼一致的講同樣的事情 這才是奇怪的 他們沒有轉通好 他們是不一樣的部落 那為什麼你們來的 他們講的會這麼一致的相同 有沒有可能有一些系統上面偏差 有沒有一些系統上面問題 這個是不是重要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帶回去 這個林務局的同樣沒有再廣播我 不過還是說你還是早一點 讓我回去睡覺 因為真的蠻超人 另外我們到這個東部 到那個德瑪克部落就是東路台 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這個是他們的導覽 我剛剛講的 走動式工作坊有在地的人出來講 不要由我們的導遊進去裡面講 你有沒有注意 我們台灣很多旅行社的漢人導遊 當原住民部落都亂講 都亂講 他根本沒有去了解別人是怎麼樣 看到什麼時候就是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老鷹石 那個是烏龜石 然後就什麼什麼就是到處亂講這樣子 我們的旅行社 可是部落裡面都有故事 這個導覽他跟我們講一個故事說 叫做種豆得豆的故事 種豆得肉的故事 什麼叫種豆得肉 他說你在這裡種了豆 山豬就會來 山豬來 我們抓了就得肉 所以種豆得肉的邏輯是生態學的邏輯 就是說其實這是一個系統 當你種了豆有食物 當你種了豆有食物 有山豬的食物 有動物的食物 那些動物就會來 你就會在這個地方得到那些動物的 這些動物性蛋白質 但是種豆得豆呢 是遺產學的問題 所以兩個都對 種豆得豆的道理是遺產學 種豆得肉是生態學 那但是種豆得肉我們比較少聽到 你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背後你就會抱怨 那這個是共管的機制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可能不想自己講話 但是這個是我們走了五天之後 這個Bookies教授呢 他從頭到尾 他就跟所有人一樣都坐在那裡 如果我不cue他 他就不講話 但是我想說我們花這麼多錢請你來 大家都很希望你做這樣幾句話 為什麼你都不講話 每次他站起來他說我知道的太少了 我最好不要這樣看過 但是走完五天以後回來 他就很急著跟我講說 我回去以前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說做什麼事情 看我們就做下一個 我們把這五天的經驗 他們所反應的各方面的問題 跟我們來做一個最後的總整理 這個是最後的總整理做出一個表 這個表呢 他其實是希望能夠留下來做一個草案 這個草案就是他建議未來我們在台灣 如果要去做這個有關共管的機制 這個事情可以怎麼樣做的一個過程 他在這一次來到台灣跟我們講說 共管不是一些法條也不是一些原則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在像跳探歌一樣 其實你進我退 然後彼此之間要去看到彼此之間的 這個需要 然後要溝通 所以如果沒有像這個走動式公眾方 我們領務局的朋友下到原則部落 或者是搞不好以後有倒過來的這個動作 沒有這一種互動 沒有這樣子一個溝通 只是派幾個人來開個會 然後那個共管是不會成功的 所以他說其實從這裡開始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問題 那麼可能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在協商溝通的過程當中要去慢慢的去做 包括可能要去界定到底這個共管的範圍到底有多大 什麼人 什麼利益的團體必須要被放在裡面 以及到底共管是要共管什麼 他特別提到共管是共同解決問題 是分享權利 但是要分擔責任 也就是說他些人進來了 不是只是分享權利 但是同時要分擔責任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這些人很重要 然後政府開始有一些授權的一些動作等等 然後共管委員會在這邊成立 共管委員會在這邊成立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這個共管委員不是一剛開始就成立的 我們在台灣 國家公園也好 可能包括一共舉也好 我們想到要做共管都先成立共管委員會 可是在這個表裡面 那個博基斯教授他提到說 這個共管委員會必須要足夠的時間 讓零務局這一邊 或者是讓這個原住民這一邊 有足夠的時間去推派適當的代表 這個適當的代表 他進來要代表那個族群 那個社群 進來協商一些事情 而且他要負責任 所以這個人進來不是只是一個代表而已 他具有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在裡面 那要推派出這樣一個代表出來 其實是需要時間 他背後可能有很多的複雜的角力在這裡面 那這個部分可能各方內部 還有一些時間必須要去除 然後最後最重要是說這個共管委員會成立以後 他必須要去決定說在這裡面要做什麼事情 甚至包括要去培養怎樣的能力 包括培力這個部分 然後做完以後其實是可以再修正再評估 所以這個圖是一個循環的圖 他是一直循環下去 也就是說共管其實是這樣不斷的循環 從解決共同的問題從小到大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慢慢的循環慢慢的做 而且這個過程是孕育了一些做中學的一個原則在裡面 大家其實沒有全部都會 可能在這個過程當中要一直的去學習 我的時間已經到了我要停在這裡 那因為其實這個場合其實蠻重要 就是要跟大家多一點的互動 那我最後就停在這個共管的這個場案 跟這個過程就會說明 謝謝 非常謝謝林大先生 在這樣子的一個分短15分鐘的時間 讓我們很快的看到這些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也留下一個很好的點 讓我們底下能夠一起來有一些回饋互動 或者是你覺得你要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或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想最主要的我們剛才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這個標題這樣子設 為什麼要跳這個Tango 原來是在這邊從這邊跑出來 但是其實更有趣的事情是說 其實Tango這個東西剛才教授他這邊有談到 他其實是一個和解的關係 他必須要能夠互相有進有推 他必須要能夠互相理解 那還有一點如果你跳過國標舞 你知道信任很重要 那至於說Tango好像聽起來是兩個人在跳 其實真正高手是在跳舞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可以一直換一直換 那我們如果拉回來再看這個共管機制 或者是說看這邊兩位都一直提到就是說 蔡總統對原住民道歉之後 其實成立了一個在總統府的歷史正義 跟轉型正義的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底下其實有不同的工作 包含要釐清一些歷史的真相 土地、文化等等的這些問題 但是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任務 也同時要進行和解 那這個和解就是我們在面對過去的歷史不正義 包含土地的流失、語言的流失、文化的滅絕等等 我們要進行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往前走和解的這一條路 那我從這樣的一個Tango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我看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共同的對象 並不是只有原住民跟政府之間 其實還有我們的社會大眾 因為在這些過程當中 沒有人是局外人的含義是說 你聽到很多人都會以為說原住民要的東西很多 很多人在蔡總統道歉之後都會想說 為什麼要道歉 這又不是他的錯 那為什麼道歉完了之後 好像大家很不滿意 要求東邀熟悉 可是這是原本就有了一些東西 可是如果我們從剛才的這個包主席聽到 講的東西就是沒有 我們其實就是在共同建構在台灣的這塊土地上面 怎麼樣來和解共生 那如果我們不去了解這樣的一個歷史所受到的創傷 我們不去了解它所受到的擴害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開放 我們底下有沒有一些 好 這邊 我覺得原住民是一個非常容易受備的民主 為什麼呢 這次不是說蘭嶼為什麼放合會料 那蔡總統給了一個答案說 我們成立一個合以來會料調查聯合會 其實有點是在欺騙 多坦白的 台下的員工 三十里鐵員工叫來問就知道了 為什麼你當初 會把他放到來裡呢 他調了一大堆公文 說是八九十分公文 還說是因為那個時候要被 為了台灣不被拋棄 申請加入國際組織 那時候又不能海拋 本來準備是丟到海裡面去的 所以說這是我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剛才這個教授說 命名為鬼有大鬼有小鬼有不好 我覺得是太好了 千萬不要改名字 為什麼 因為漢人最怕鬼 你今天把它改成天堂乳 極樂乳的話 不到三個月 有人去探險 有人去開民宿 甚至以後越野車都跑進去了 你們聖山裡面的祖靈 可能都不安寧了 他是一個八人公主的故事 我聽一個陳律庸教授寫了一本書 他開始有兩個禮拜 說你讓漢人害怕 你就能保有鬼 你讓漢人不害怕 鬼屋就消失了 可能就是一個像現在 宜蘭那邊的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梅花糊 整個都破壞掉了 再來就是說 剛這邊有林武吉的人 我也提到 我對林武吉是又愛又恨 我本來是不該在這個場 但是因為林武吉逼我 從台中我們變成台北人 那時候那也是一個 差不多這三個 三個 一個小貨貨 他這三個獎牌的大小 我那時候就說 水電的賺不到多少錢 就買一個小貨貨 放在和安山 叫昆娘的地方 放在一個提車場礦地 然後 都還沒開張 那五十二分局就派 就行事署就會通知我去 來喔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你剛才已經陳述了幾點 那我們是不是先讓底下 還有其他的人可以 要直接問問題的先來 然後如果等一下還有時間 我們再回過來好不好 好 謝謝你 來 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 要對話的 來 後面這邊 請教一下 Nablas 以我一個在文理元年 出生在台灣島的一個人 人啊 如果要進到你所謂的 盧凱共和國領土哪山豬 請問你 我希望被誰批凸 那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被迫以納稅之靈 跟無理的割靴 所供養的中華民國 竟然 我今天才知道 這個阿歐西亞 還養了一個 獨凱共和國 那 在這樣子的 土地 共有 你們的概念裡面 到底 你們 祖傳的領土範圍 是 有哪些 還沒有 跟別人 劃清界限 而 需要 你們 因為 無能管理自己的土地 而需要他人來 跟你構拐 這個我是在 想要多指導一點 麻煩你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你這樣的指教 我和兩個層次來談 第一個 原住民並不是好騙 因為 正在原住民 理失而求 豬野的時候 溫良公儉讓 是原住民的溫柔 敦厚的領性 因為信任 兩方之間 因為我信任你 可是對方 並不是這樣對我 所以 我們原住民 為什麼要崛起 為什麼很多人 當然不讓我 是因為被騙了太多次了 所以那個信任關係 就慢慢的瓦解 第二個 回應剛才那個問題 其實原住民在一百多年以前 我們所謂的盧凱共和國 阿里的這樣一個部落的一個小王國 他是獨立王者的存在 所以你要來打山豬 你沒有經過部落主人的首肯 你不可以隨便進去的 山豬不是保育類的 我們都可以去使用 因為他會破壞 我們的這個農作物 跟我們的地基 莫拉克風災之後 我們原鄉的原生種的 很多的這些植物 都被啃光光 所以坦白說 山豬對我們來講 是蛋白質的來源 但是我們也尊重它的生命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盧凱族上面的這個山豬的獠牙 你可以上面 看你在圖片裡看到了嗎 我們放出這個山豬的搖搖掛在我們的牆上 一方面是標榜 我是一個勇士 我用這個生命去判駁這個山豬 然後跟部落的分享 第二個就是我尊重生命 當作一個紀念 對動物的一種感恩 第三個 我說盧凱共和國 這個名稱 在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樣一個共識 包括東盧凱西盧凱跟 他們不喜歡下山社 我們這個茂林區的同胞 都是生命的共同體 這個生命的共同體 曾經也有所謂的這個看日事件 是因為我們已經被逼到牆角 民國三年 也就是1914年的時候 有所謂的霧台的看日事件 大家都知道塞德克巴萊是民國19年 民國三年我們有看日事件 是因為我們的槍 仰賴為虎口的槍被沒收 所以我不得不反抗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的就是 當時我們的戰力是用的是那個傳統的那一種 荷蘭槍那個進口 根本就敵不過日本 但是我們用這種強悍的這樣的一個 當時我們過去的所謂的 捍衛我們的領土裡面的所謂的出草文化 永是為了要佩戴那個代表的 尊榮的那個黃水茄 還有百合花或者是茅草的那樣的一個尊榮 他必須要犧牲他的生命去對抗他的敵人 後來經過和解 和解之後這個事情就和平 但是日本人那個時候知道 台灣的原住民 他們雖然武器不如我們 但是要把他們 讓他們嚇到 所以他們就請我們 各個台灣的所有的原住民 有到日本大帝國那裡去看他們的這個 所謂的軍演 軍事演習 還有他們的越冰大典他們的槍炮 很多人回來了之後 真的 如果我今天拿著槍 包括我今天我講的這些論述 在三十多年以前 界限量沒有解除之前 我今天這一堂課上網之後 我出去可能馬上就被槍斃 可能明天我可能就失蹤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過去在那一種危險的時代 而造成那種歷史的悲情 我們都知道這個真相 但是那個對嘛不對 我們要和解共生 就要走出去 很重要的一點 我沒有任何對族群排他 尤其是這個四百年以來 從這個我們荷蘭西班牙 明正時期跟千里時期 到日治時期 一直到現在國明正的時期 這種政權的轉移這四百年 但是你知道這邊的台灣人 多元的族群 而且兩千三百萬的生命共同體 我是以這個為出發點 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起來努力 不要再用一種明確的一種意識形態 來把我們台灣的原來很團結的一個族群 非常團結的一個多元的包容 讓它瓦解掉 我們一起來努力 就是剛剛你們說你們希望這個共管地 是一個雙方互相和解公司的方案 但是我其實沒有聽到你們具體對於這個共管地 應該要怎麼樣進行一個權利行使的論說 所以我想要請問的是 就是原住民有沒有自己版本的 關於原住民土地劃設辦法的期望 就是比較立法論上一點的 因為其實我剛剛的論述當中 我覺得我比較看不出來這個部分 就像是我覺得那種就是 還有就是現在已經是私有 就是傳統領域中的私有地的話 你們打算就是要怎麼樣處理 然後還有在目前沒有妥善法規下 就是因為暫時已經現階段 並沒有有關於共管地的法規 就是你們所認為是可以現實 就是共同的解決方案的這個情況之下 傳統領域的問題暫時之間要如何解決 因為還是會有私有地的買賣 還是會有公共開發案 在這個暫時的階段 你們覺得應該要怎麼樣處理 不好意思 我這邊因為有準備兩張圖 就跟剛剛你問的問題有關係 一方面來就叫包頭目 目前在台道的原住民 大概對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劃設 或是政府的認定 有兩個意見 是跟政府目前的辦法是有衝突 第一個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對於傳統領域的定義 那我這邊這個定義 是這個辦法裡面的第三條 第二項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定義 那前面還有定義 就是說傳統的記憶 祖靈聖地 部落列區 跟打破其他議員住民文化傳統習慣 可以確定其範圍 在去年八月份他們公告的時候是知土地 後來就在張景深 政委員的干涉之下 加了公有兩個字 那目前原住民就認為 應該把公有兩個字散掉 那這個爭議到現在是沒有解決 那目前政府採取的一種說法是說 我們先畫公有地 以後再來處理石油地 在脫海法裡面再來處理石油地 那對原住民的講述說 你的這個畫色 並不是這樣講 不是說先畫公有地先畫色 而是排除石油地 排除石油地的空間 那就牽涉到剛剛林業仁老師所講 原住民跟國家和解 很重要的是在空間上面要和解 就是希望說台灣所有的人都來了解 這塊土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過去是一個分享的 部落共享的 沒有這種現代的產權觀念 剛剛主持的一開頭講 是非常非常正確的 原住民是不知道盧梭講的那段話 但是原住民在乎這段話 就是說當人們開始去圈一個地 說那個地是我有的時候 對原住民來講 就是整個這個土地崩潰的開始 那這個當然很多可談的 那原住民希望說全台灣人 我想沒有人數據外 都來了解說 我們對待土地 對待自然資源 對待這個空間 不一定就是要一開始就要去 預設說這個空間有私有這件事情 像礦泉它也是一種私泉的觀念 這個在原住民是希望說 當然我們就知道現在的這個文明相對於野 馬上你今天要演講嗎 你快點把你要 那我把這個題目 我的題目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這個化石碳碼 除了公私有地的這個問題以外 那有這樣的一個圖 這個就跟原住民他在乎的新夥伴關係 就是我們原住民 我這邊這個藍色這個框 是代表原住民或部落 那右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政府 那原住民是很希望說 在這個化石的過程當中 是原住民和政府彼此平等來協商 我底下這個藍線的這個地方 藍線平等協商 那目前的化石方法是上面的 就是說你族群跟部落 必須要經過這個地方政府 來審查來成立這個過程 那我就是想問說 對盧凱民主議會來說 那我這個圖 很多原住民一看就非常生氣 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把原住民放在鄉公說底下 那我只是說 我只是用這張圖告訴大家說 目前的這個化石的辦法 目前的法律 是上面這條這個很紅的線 那我們原住民只希望說 至少你要有底下這個 讓我們比較平等的 來跟政府協商的這條線 那這個就叫 包頭您 謝謝 那個我想 我簡單的這樣子來回應 剛剛兩位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恐怕我們整個主流的社會 甚至包括在原住民的社會 部分的一些原住民 恐怕到目前為止 都不是那麼了解傳統領域的內涵是什麼 那我請大家 可能我們在思考傳統領域的這個內涵的時候 要把我們現在民族國家主權的概念 跟私有財產權的這個概念 這兩個概念要先把它掛好起來 因為這個已經變成了我們現在 整個的社會的一個主要的論述 而且是主要的觀念 但是我懷疑 其實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的內涵 其實可能不能被載化成 只是這樣的理解 第一個 我的理由是就我所了解 其實我沒有完全了解 我們台灣所有的原住民族 在他們的文化概念裡面 怎麼去看他們自己的傳統領域 而我認為他們可能不一定一樣 所以我們真的千萬不要以一種觀念 就要把它應用到所有的原住民族裡面去 那我就我比較了解的泰雅族來看 泰雅族是一個遷徙的民族 根據口述的傳說 四百年前的傳統領域 跟一百年前的傳統領域可能不一樣 可能不一樣 所以你是要四百年前的傳統領域 還是一百年前的傳統領域 還是通通要 這個部分我覺得我們整個主流社會 現在碰到這個問題 必須要用一種追求真相的態度來理解 那在這個遷徙的過程當中 我也聽到泰雅族的祈禱講 其實他們對土地的理解是分享的 不是排除式的 不是主權排除式 這個如果是我的就不是你的 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族群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必須要在我們現在 開始要討論傳統領域的這個時刻 我們大家必須要建立起一個基本的 了解的一個態度 那我自己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就算四百年前的傳統領域 跟一百年前傳統領域不一樣 但是這個都是在時間軸上面連續的 是這個族群他們在歷史上的一個加油 所以當我們在說要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的時候 應該要給最大的空間就是讓他們去闡述 在時間軸上面 在空間軸上面 一個豐富的傳統領域的內涵 也就是這個是他們的歷史的加油 我這樣的論點 蔡總統在第一次的原轉會裡面很清楚的講到 就是這個傳統領域的內涵是不能被切割的 我們現在就是用私有財產的觀念 在想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所以我們常常想不通 我們現在常常也用民族國家的這樣子的概念 在想原住民的國家 所以也想不通 那我不是說我已經很了解了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我們必須要開放出來 讓更多的時間 然後去發掘了解 讓原住民的這些奇老們來闡述來講 他們對他們傳統領域的內涵是什麼 我們應該來學習 這個是我的例子 我簡約的回憶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傳統領域的這個化石棒 其實還沒有出來之前 其實因為我們盧凱族部落 早就已經知道怎麼樣的去建構 我們過去祖先傳給我們這塊土地 怎麼運用這個資源 只是目前我們盧凱族將近十萬公頃 十分之一就是我們現在的保留地 十分之九都是零務局幫我們管的 管了七十多年到現在 所以變成我們的束手無策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叫做Importment 就是父權爭取 如果共管把這個權力示範給我們 然後我們所有的這一些領導人 其實我們是經過這個部落會議 現在部落會議主席已經慢慢會變成公法人 他就法令的一個基礎 如果一個領導人是無私 而是建立在五大的權力的這樣的一個分擔 拿五大權力的分享跟分擔呢 那個就是所謂的法制權 獎賞權 還有參照權 專家權跟資訊權 但是前面的法制權跟獎賞權 在盧凱主席傳統的這個頭目來說 沒有 我只有後面這個部分 所以我必須告訴各位放心 傳統領域 師範給部落 剛好就會讓我們爭了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努力 然後第二個 剛才 我回憶剛才這個林遠教授的 班上這個老師他講的 其實我今天能夠坐在這邊 我要特別感謝兩個單位 第一個單位就是相公所 很多族群很壓抑 我們盧凱民主議會 是怎麼樣的跟相公所 其實這一些領導人 都是部落的人 也是從小就是在地的人 如果撇開這種政治的惡鬥 完全是無私 我要奉獻這塊土地的時候 他的胸襟是開闊的 他會接納我們民主議會的意見 所以我們的鄉長 杜正傑鄉長 會特別感謝他 最後的一禮路 成立盧凱民主議會的 要感謝我們的杜鄉長 還有感謝台班教授 這一路走來的這個民運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這樣的一個運動 一直到現在 我可以用盧凱族事的這種 推舉的方式 不是選舉的方式 來擔任盧凱民主議會的主席 主席 大家全部都是主席 這個是一個平台的機制 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 很多細部的部分 你剛剛在談的這個傳統領域 你土地還給我們之後 我們是沒有那種私有化的這個概念 我以我的故事來跟各位說 做結論 我小時候我的主婦抱在我懷裡面 他常常帶著我做遊戲 其中有一個遊戲我非常的清楚 他常常叫我把手伸出去 他就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他說 他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我說阿公我看到我的手指頭 不是不是你指了什麼 我看到對面的山 我看到對面的山 對面的樹木 還有對面的水 水有什麼 我說有魚阿 樹林裡面有什麼 有山豬阿 對 我告訴你 這個都是你管的 但是你要注意 這裡面的山豬 這裡面的魚 你捕獲之後 或者是獵人捕獲之後 你要拿出來跟我部落的人分享 故事你讀一下 而且第二個 當部落的人有東西給你的時候 不是你一個人搶的去吃 先讓你的部落的人 先得到溫飽之後 你再來吃 第三個 部落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要走在前面 一直教育我 所以告訴各位 今天我走到這一步田地 影響我很深很深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個私有 公有這個議題上面跟打轉 還是回歸到我們過去傳統的那種思維 把那個公有私有都化掉了 就直接學土地就好了 對不對 以後在土海法裡面 再來在議潭裡面去 好好的去生產 也給我們的立法的部門 給他們一點點這個壓力好不好 那我們的民意為基礎 包括2300個同胞 我今天講這個話 你們都在聽 如果我們強大了人民的力量 讓我們所有的廣大的人民 知道就不會在那個土地私有 土地公有在那邊繞來繞去 沖水永遠是存在的 以上謝謝 好好的 我知道時間其實差不多 不過在法上插出來之前 我還看到有兩個人舉手 所以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就take最後兩個 一個是您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是最後 潘委員的問題這樣子好不好 好就是最後兩個問題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頭目 就是關於因為我還是 一開始我來偶爾說 我比較想知道就是在部落 就是如果說私有 未來私有地 如果被化作成功領域 那他們這些開發行為需要 部落的形式同意權 那部落的同意權應該是 我想應該是從民族議會這邊來做 那我想問問看就是說 這樣民族議會在行使 同意權的時候 你們對於這個如果 之間大家的看法不一樣的時候 是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取得一個共識這樣子 那謝謝 好好那再來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再一起一遍回答 謝謝 各位老師 各位來賓 我是來自台東的馬卡道族 潘金偉 我是一百多年前 我的祖先就因為土地的關係 被眾議眾稅的關係 祖先遷到台東場地 剛剛聽到包主席老師所說的 我應該是想說 我知道該怎麼做的 我們現在東部地區 我們長濱的地方 在我們馬卡道族的位置 就是背原住民的土地 就是有流失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以前我們在整片的那個中勇 人家講那個中勇 金剛大道周邊就是全部都要 以前祖先是講說 這個地方就是要養活我們的 現在變成是種房子的地方 我很希望說我們那些土地 能夠變成原住民保留地 只有原住民之間交流就好了 能夠是傳統領域 而不是說現在漢人一進來 常常把我們他原來的土地 以前我們可以經過那邊去抓善魚 結果現在散入者逼法辦理 這個是一個逼犯漢人的觀念 我現在就是在東部地區擔任 這個平骨族群的原轉會的代表 也算是一個大家的奴仆 在一直努力在保部落 在現在傳統領域的畫設的狀況之下 阿民族把我們的重骨跟海岸線的兩邊 都化為他們的這個我們族與族之間的協商 可能要開始啟動要開始要進行了 這是我們應該要努力做的事情 那屏東的地方我們還要跟 不知道包頭目這邊可不可以給個意見 我們要怎麼跟台坦共管 怎麼跟台鳳共管這些事情 謝謝 好大的問題 要很快的回應 不知道怎麼回應 我先回答那個馬卡到處的這個同胞 坦白講 東部地區為了土地這種血淚是非常清楚 我到達爾曼古到台東的一些朋友們 這個控訴我非常清楚 但是這個部分不是一人二人就可以把它交代清楚 其實我們可以在後續變成一個論壇 來談這個東部的問題 東部的問題比我們金魯凱更嚴重 其實這個球不在我們這邊知道嗎 是在政府是不是能夠釋出這個無彩氣球 讓我們搭持這個無彩氣球來共同來處理這個問題 聽起來很模糊 但是跟我今天的主族是一樣的 看我們的政府部門有沒有在那個格局 第二個講到傳統裡 你講到核心的問題 其實不是在公有私有 在傳統裡在那邊爭論 我們今天要探索的就是 設為一個魯凱民族議會 就是在21條我們土地的資源開發跟利用 學術研究或者是對我們這個部落的一些相關周邊的一些公共設施等等 那個諮商同意權非常重要 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在 我同不同意你來研究 我同不同意你來蓋一個水泥場 我同不同意你來開礦 有三個指標叫三升一停 第一個考慮的就是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生態的保育 第二個就是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文化的這個負責 第三個很重要的一點 會不會帶給我們一種經濟的利益 你如果用這個三升一停的這個概念來檢驗 結果都是負面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部落的人不可能會同意 你身為一個私有土地 你要蓋一個大樓 你要開採這個 你自己去衡量 我相信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 會不會危害這三升一停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平衡感 我相信不可能是會刻到 對我們這個部落有益的地方 會完全的拒絕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共識的話 我相信這個諮商同意權 很好諮商也很好同意 像我們盧凱民主議會 也是跟了很多的教授 有簽這個同意書 尤其是一首大選 他是率先肯讓我們盧凱民主議會 我們也簽署了相關的這樣一個合作的 這樣的一個機制在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一起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今天好 那我想 其實老實說 我自己很不喜歡和解共生這四個字 因為受壓迫者 不太講這個 但是今天我們在這邊 其實就是要來跟所有的人 一起來談 有一些東西 大家很可能都不是太清楚 不是太明瞭 包含我們其實從提問 或者是說我們一開始的一些對話裡面 就很清楚知道 我們都認為原住民主 它就是一個 一個東西 那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其實今天剛才在講的是 就是盧凱他自己的這些case 但是藝人老師又同時提出了譬如說太亞的 那包含這些劃色辦法 或者是說我們在談共管機制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說 它很可能並不應該是只有一種方式 而是在經過跟各個民主議會 或者是各個族群 甚至像阿美族 那很可能各個地方是不一樣的方式 要怎麼樣再經過很多很多的對話 很多的互相的了解 很多的經過歷史的創傷 走到現在當代的形式裡面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一起往前走下去 那這個就是需要大家有更多的對話 有更多的互相的理解 有更多的互相的包容 那今天很謝謝剛才包主席 他在最後的結束談到 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未來 一起來討論這些議題 所以也請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是有機會的話 能夠多了解也可以跟我們接觸 就是說從臉書上面可以聯繫我們 那我們也其實很願意再多分享這樣子的議題 讓我們的社會大眾 不管是你對原住民議題很理解 或是不太理解或是很想知道 或是只是很浪漫的想像 我們都願意來促成一個對話的空間 讓我們更清楚的知道 台灣的原住民族在這過去的歷史脈絡中 走到現在我們所遭遇到的一些難題 跟我們想要做的未來的一個主題的位置 謝謝各位 好 我需要討論你們的時間 也因為林務局這幾年以來 尤其是莫拉克風箏之後的陪伴 我必須要特別感謝林務局的 包括我們現在有 蘇生秀弟姐妹一樣 包括我們的秘書也在當中華 非常謝謝你們今天的陪伴 那林務局的這些同仁 他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公務員 他們是執行法律的法制 我的結論就是 當自然主權 這個體制是又兵又冷又硬又高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法律分手講錯了 當這個法制 體制又高又冷又硬又硬又高的時候 我們原住民這一種軟實力 文化的這樣的一個柔性 我相信在今天晚上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各位滿滿的會感受到 即使原住民不是就會放藍煙 會放嗆人 你到部落它是慈悲溫柔向陽的 你信任它 它會更信任你 你給它一分 它會給你十分 這個就是原住民的分心 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各位 最後我剛才找到的就是 最後兩個說 最後兩個很重要的就是 找到最大的工業術 今天的最大工業術 大家找出來有沒有 我現在問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在體制跟現實之間 找到一個可以拉出來 共管共治分享的一個 主要的道路 而這個道路就是回家的路 既然是這樣子 那藝人老師說 他也要有個短短的十秒 我其實剛剛聽到那個 馬卡道的夥伴提到這個問題 我想講的是說 現在我們面對傳農林的這些問題 其實不能講話成只是原漢的問題 就剛剛在講到說 其實也有包括 原住民族群內部的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要講和解 原漢之間的和解 然後原住民彼此之間的不同的融化在過去 可能這個和解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對於傳農林這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傳農林應該是一個完整的化社 所以因為它就是一個歷史的家園 那如果太亞族有歷史家園 馬卡道應該有歷史家園 但是比較上來看 因為這些平谷的這些弟兄姊妹 可能是在過去更早 可能這個文化或這些等等的 被漢人主流族群融合進來 或者是等等 所以它消失的非常的快 那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是我們最小的弟兄 如果說原住民不一樣的族群 有大哥有小弟 那可能麻煩到這些平谷族的 這些弟兄姊妹們 他們是相對比較小比較弱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原則 就是說它也是一個原住民族 所以我們必須也要有相關的 這些配套的一些支持 讓他們可以在傳統領域 在歷史家園的這個畫色上面 他們應該有他們可以講的一個餘地在那裡 而不是說那因為你是平谷族 你就沒有 我覺得如果我們台灣 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一個多元民主共存的一個國家 這個對於最小的弟兄的一個 跟承認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謝謝藝人老師 那我其實真的很想再接下去 但是我不能再接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正式的ending 那可能可以有一點點時間 大家留下來很輕鬆的交流一下 然後聊一聊 那再次謝謝各位 然後也謝謝木澤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場地 讓我們在這邊無常使用 然後辦這樣的一場交流 分享對話的空間 謝謝各位的光臨 謝謝 謝謝